《六一一》一次欢迎 永远欢迎 来现在收听的是今个星期的主日港导 鼎姊妹平安 我就是郭成 是Angela的哥哥 看这段片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溜起了很多的记忆 也是很难过的 站在台上高的时候都会震撼 我和我妹妹都在艰苦当中 我们是活在不同的艰苦里面 我妹妹是寄人离下 被人冷言冷语 我和我的二哥就在一个托儿所里面长大的 那里的人是冷漠 漠不关心的 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好像不知道都不理的 我就活着好像一个孤儿 我活着真的像一个孤儿 我妹妹她的生命里面 她选择了正面的 我妹妹她就选择了正面 她选择了感恩 其实有的时候爸爸的言语都是很难听的 其实有的时候爸爸说话也很难听 但是我妹妹选择完全的接纳 但是我妹妹就选择完全的接纳 她信任爸爸 她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关系 她从来都没有放弃关系 就好像那一条相反的路 就好像那一幕剧一样 我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我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我就选择了要证明给我爸爸看他是错的 我就选择我要证明给我爸看他是错的 我要告诉他我读书是对的 我要告诉他我读书是对的 但是我放弃了关系 走一条很贫穷很艰难不熟而乐的路 走一条很贫穷很艰难不熟而落的路 亲爱的线上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也是因为家里人走在这一条很伤痛的路上的时候 天父爸爸要对你说 你是一个蒙爱的孩子 就好像我跟Angela一样 我们是蒙爱的 因为我们能够在611这棵生命树下面做一次得意识 因为我们可以在611生命树的下面再一次得意识 天父爸爸跟你说 我要买熟你过去的伤痛 我要买熟你过去的伤痛 我要买熟你过去所失去的时间 我要买熟你过去所浪费的时间 因为你是一个蒙爱的孩子 因为你是一个蒙爱的孩子 这个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 蒙爱的孩子 我选了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 到了书尔的旷野 在旷野走了三天走不着水 到了马拉不能喝哪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那一地名叫马拉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我们学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说 要我说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叼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要我说在哪里为他们定了律例 点章 在哪里试验他们 又说你越留意听 要我说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界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责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 要我说是医治你的 他们到了已临 在哪里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哪里的水边安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的出生在任何的环境 亲爱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的出生在任何的环境 可能你是非常艰难 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蒙爱的孩子 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蒙爱的孩子 神首先要改变我们对痛苦经历的一个看法 神首先要改变我们对痛苦经历的一个看法 就是人生必定经过考验的 就是人生必定是经过考验的 就是人生必定是经过考验的 无论怎样你都会经历考验 无论怎样你都会经历考验 这些的考验会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其实我们是很渺小 其实我们是很渺小 我们很弱 但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 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海往前行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 他到了书尔的抗野 在抗野里面走了三天找不到水 在苏尔的抗野他们走了三天找不到水 那在三天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在三天前发生什么事了呢 是一个轰动全球的事 是一个轰动全球的事 神用他的大能的手 用十灾审判了埃及的权势 他又拯救了以色列人 他又拯救了以色列人 过红海走干地 并且把法老所有的军队马车 全部淹没在红海里面 这是一件何等伟大的事情 多大的神迹多没有神的同在 但是现在呢 摩西带着两百万的年老男女老友 摩西带着两百万的男女老幼 他们去到一个地方 他们要面对每一日生活的最基本的需要 他们去到那个地方 要面对生活最基本的一个需要 就是他们没有水喝 就是他们没有水喝 在沙漠里面三天没有水喝 在沙漠里面三天没有水喝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嗎 你知道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城市的人你三个小时你不喝水 你已经呱呱叫 城市里面的人三个小时没水喝 你已经呱呱吵了 他们非常非常之的 很多很多的抱怨 已经非常多的抱怨 他们三天没有水喝 摩西就带着他们去到一个地方 去到马拉 摩西就把他们带去一个地方 叫做马拉 当当以色列民见到马拉那里有水 心里非常兴奋 当以色列民见到马拉那里有水 心里非常兴奋 我的喉咙都已经干了 他们喉咙都已经干了 我的小孩在那里吵了 在那里哭了 那小朋友在哭在叫 我们冲去水源那里 马上就冲去水源那里 拿着口水喝的时候 原来这些水是咸的 是苦的 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马拉 这个就是苦的意思 百姓就起来抱怨 其实就好像我们人一样 我们可以经历很多很多的神迹 我们可以经历很多很多的奇妙恩典 我们可以经历很多的神迹 经历很多奇妙恩典 但是只要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心里面就会抱怨 我们心里面就会抱怨 我们就会埋怨权柄 我们就埋怨权柄 但是摩西就用什么来回应他们呢 但是摩西怎样对他们呢 在三十二十五节那里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指使他一棵的树 耶和华就只是一棵树 摩西就将这个树 丢在水里面 水就变甜了 摩西把这棵树丢到水里 水就变甜了 这里是一个的神迹 这是一个神迹 神让这棵树 当它去到水里面 这些苦水就完完全全的变甜了 神让这个树掉到水里的时候呢 这个苦水就变成甜了 但是这里呢 也都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 那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 他说耶和华指使他一棵树 他说耶和华指使他一棵树 这个指使这个字呢 这个指跟呢就是Torah 就是律法的意思 这个指是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Torah 就是律法的意思 就是教导的意思 原来耶和华呢 只是一棵树 原来耶和华只是一棵树 在拉比的传统里面呢 Torah 律法呢 就是生命树 在拉比的文化的里面 Torah 就是生命树 原来呢 神呢 将那棵的生命树呢 丢在水里面 原来神把一棵生命树丢在水里面 水就变成甜了 这棵的生命树 也是我们的耶稣 这棵生命树 也就是我们的耶稣 耶稣他为我们死在树上高 背负我们一切的罪业和奏座 耶稣他死在树上 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罪孽 让这个水变成甜 让我们不再需要面对原生家庭的咒座 让我们不需要再面对原生家庭的咒座 让我们的生命呢 有第二个开始 让我们生命有第二次的开始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高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高 你知道你的生命的经历 你知道你生命的经历 永远都有一个的开始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有个开始 在这一幕的戏里面 在这个音乐剧里面 我的童年和我妹妹一样的 都是活在艰难的里面 我的童年跟妹妹一样都是活在街南里 当我们移民去了比利时之后 当我们移民去了比利时之后 我们两个人就是一天都在那儿做事 我们两个早晚都在工作 我是负责洗芽菜那个 我就是负责洗豆芽菜的 因为要省的缘故 我们不是拿水喉水的 我们是拿天井在外面的水 因为要节省 所以我们不是拿水龙头的水 是去天井去拿水 要出到花园的外面 开着冬天的时候 都要开着很冬的水去洗芽菜 就是我要去的花园里面 就算是冬天很冷 也要开着那个水来洗豆芽菜 爸爸很忙很辛苦 其实我们做儿女的也很辛苦 我们都没有听过一句的赞 我们没有听过赞美的话 我十四岁其实就信了耶稣 其实我十四岁就信了耶稣 在这部剧里面没有讲的 其实我们家里就是 比利时华人教会 第一个聚会的地方 其实我们就是比利时 华人聚会的第一个地方 但是我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我不觉得神真的很爱我 我也不觉得神很爱我 我也不觉得神有帮我 祂不能帮助我脱离这个附境 祂不能帮我脱离这个苦境 在这个同时也有人跟我说 其实没有人爱你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有人跟我说 其实没有人爱你的 你的爸爸其实在剥夺你的 你的爸爸在剥削你 只不过在利用你 我于是乎就开始 拥抱了阶级斗争 于是我就拥抱了阶级斗争 我相信社会主义 我不再相信这个神 我里面开始变得非常之的缥抑 不顺服 我里面变得非常地悖逆 不顺服 我经常都跟我爸爸搞对抗 我要证明给我爸爸看 他是错的 我经常跟我爸搞对抗 我要证明给他看他是错的 我们常常的工作 到晚上11点 我们经常工作到晚上11点 那由11点 我就会那时做功课 要做到两三点 到晚上11点之后 我会做功课做到两三点 在这个里面 我爸爸有时夜晚会走来 他会跟我发脾气 有的时候我爸就会走下来跟我发脾气 我就会跟他说他是错的 我要跟他说我读书是对的 我会跟他说我读书是对的 我会跟他说我读书是对的 我就跟我爸死撑 根本就跟读书没有关系 根本跟读书没有关系 我只不过跟他搞对抗 只不过我是在跟他搞对抗 我15岁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了要离家出走 我在15岁的时候就决定要离家出走 我19岁就真的离家出走 到19岁的时候真的就离家出走了 我满以为离开了这个家 就是离开了马拉 我满以为离开这个家 就是离开了马拉 谁知道呢 当我出到外面这个世界 外面才真正是我的马拉 谁知道我去到外面世界的时候 外面才是真正的马拉 我在外面很辛苦 没有了供应 我在外面很辛苦 我失去了供应 有一餐没一餐 我要打part time 去打工 又不能够专心的读书 什么都是硬撑 人变得非常非常的自我 和很固执 很骄傲 人变得非常固执骄傲 我虽然很努力 但是我常活在恐惧的里面 生活就跌入了流离 貧窮 不熟而落的里面 生活就掉入流离 漂流不熟而落 我妹妹在同样的环境里面 我妹妹在同样的环境里 她选择了做真女儿 她选择了做真女儿 但是我呢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 但是我呢 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 我是伤害我爸爸最多的那个 我是伤害我爸最多的那个 但是我很感恩的 但是我很感恩 我们全家在2004年 就回到香港 我们全家在2004年的时候 就回到香港 接上了611这棵生命树 接上了611这棵生命树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当我们全家去到北角码头的时候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当我们全家去到北角码头的时候 牧师说welcome home 我终于明白 我回到家了 我终于明白 我离开了我的马拉 我终于明白 我离开了我的马拉 离开了我的苦 离开了我的苦 耶稣基督呢 拯救我 由一个苦境的里面 进入一个甜的境的里面 耶稣把我从苦境里面 拯救到甜的环境里 我终于可以喝那里的水 我终于可以喝那里的水 我终于在那里可以得着饱足 神怜悯我们 神怜悯我们 医治我们 让我们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原来神不单止要 改变你的苦的环境 神并且要医治你 神并且要医治你 神要借着祂的话语 来圆圆全全的医治你 所以关键是在乎要听神的话语 所以关键是在乎要听神的话语 我们进入第二个点 最重要是听神的话语 我们进入第二点 最重要是听神的话语 以二十五节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 定调律例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二十五节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为什么神 好像这么严厉的 用三天 这么艰苦的环境 要试验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神这么残忍 能用三天的时间 要试验以色列人呢 是不是神很残忍呢 是不是神很残忍呢 不是的 神要在这个环境 让以色列人 要信靠神 其实不是的 神是让这样的环境当中 让以色列人信靠他 在一个没有公义的环境里面 他们要学习信靠神 在一个没有供应的环境里面 他们要学习信靠神 因为以色列人 虽然他们的身体 已经离开了埃及 因为以色列人 虽然他们的身体 已经离开了埃及 圣经说到以色列人呢 是在魂下面 在水中里面 受洗归入摩西的 圣经说 以色列人 是在云下面 受洗归入摩西的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 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 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一样 他们跟我们一样 都应该有一个 生身的样式 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 有一个新生的样式 但他们的心思意念 仍然都是 活在埃及的那种思维里面 但是他们的心思意念 仍然活在埃及的思维里面 他们凡事都要凭眼见 要即时的 要凭手上膏的工作 要凭手上膏的工作 但你知会 今天你的生命是怎样呢 你的眼睛注视的是什么呢 你的眼睛注视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疫情的严峻呢 是不是疫情多么严峻呢 是不是失业潮呢 是不是经济的局面 政治的局面呢 神要在这里教导我们 在没有供应的环境之后 我们仍然信靠神的供应 神在这里教导我们 在没有供应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要信靠神的供应 神在这里教导我们 用信心 在一个信心的领域当中去运作 神要教导我们 在一个信心的领域里面运作 叫我们在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让我们看见不可能变成可能 然而信心是从什么来呢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摩世又对百姓说 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理神的话 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理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汗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戒命 守我一切的律来 我就不将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的身上 使我一切的戒命 我就不把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们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 因为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 这里两次讲到我们要听 这里两次讲到我们要听 信是从听道而来的 信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是听神的话语 当我们将神的话语 去走出来去守的时候 当我们行出神的话语 守他话语的时候 神就是医治我们 神就是耶和华拉法的神 并且他说他要医治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 在我自己过去的经历 我发觉苦毒真的带给我们疾病 我发现苦毒真是带给我们疾病 我的灵魂是生病的 我里面有很多的怀疑不信 我里面有很多怀疑不信 我很容易就否认别人 我很容易愤怒 我又压抑 我很容易愤怒 我里面有忧伤 我都硬说我没有忧伤 我里面不开心 我心里不开心 很多很多的屈门在里面 我整个人常常都要抽离 不想跟人在一起 我整个人容易抽离 不想跟人在一起 很多很多的弃绝在我的生命里面 这一切的东西 其实都带给我身体很多的疾病 比如说我经常有偏头痛 每一次有压力的时候 我就会有偏头痛 我就会呕吐 我过往每一次要广道的时候 我就会偏头痛 我就会呕 每一次当要预备讲道的时候 我就会偏头痛 我就会呕吐 是不是这个讲道有问题呢 其实是我的信任有问题 因为我不相信神爱我 因为我不相信神爱我 我也都不敢相信牧师爱我 我也不敢相信牧师爱我 我觉得牧师好像给一个担子给我那样 我觉得牧师好像把重担加给我 但这些都是谎言 在我里面我常常都会有失眠 我的关节时时都疼痛 我经常会失眠 然后我关节也经常疼痛 我会时时都会不能够吃东西 我经常都吃不下东西 我经常在这样的状态下 很容易生病 但今天我很感恩 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是爱我 我知道牧师师母很爱我 我知道这个地方是爱我的 我知道牧师师母是爱我的 今天要讲这一场道的时候 但我今天要讲这个道的时候 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同工 看到我都鼓励我都支持我 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同工见到我 都是鼓励我支持我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很爱你们 但我的生命是怎么走出来呢 我怎么能够生过过去的 这些不好的记忆呢 我记得在16年的时候 师母在小组里面问 你们有没有写信给你们的父母 我现在16年的时候 师母就在小组问我们 你们有没有写信给父母 我心里面在想 我大难来 我大难来不到了 因为我从来都不写信给我老爸 我心想我当然拎头了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写信给他们 我开始想去写这封信 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我就问妙妙牧师 我说怎么办 妙妙牧师说怎么办 妙妙牧师说容易了 你找一个枪手就可以了 妙牧师说多容易啊 你找一个枪手 写了之后不用看 就寄出去就可以了 写完之后你看到没有看 记出去 好我做 我就请了我们同工一个同工去写 我就请了我们一个同工帮我写 我知道圣灵在帮我 因为当他写完那封信的时候 因为当他写完那封信的时候 我看那封信的内容我就开始哭 我看那封信的内容我就开始哭 我就把那封信寄了给我爸爸 我爸爸没有回应 但是在那一年的新年的时候 当我打电话去跟他贺怜 我爸爸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跟我说 他说他很孤单 他很难过 我知道神在当中做一件事 圣灵在帮我去行神的律法 让我能够得医治 圣灵那一刻 当我听到爸爸这样说的时候 我知道圣灵医治了我的心 当那个时刻 爸爸这样讲的时候 圣灵就让我感觉到 他在医治我的心 然后圣灵就跟我说 他说你只要踏出他一步 你只要踏出他一步 其他的我为你去包底 其他的我为你去包底 我的生命由那一开始 我再一次进入医治的当中 直到今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不单止要我们在圣灵里面 得到医治听神的话语 并且他要让我们在圣灵的群体里面 进入安息 并且他让我们在圣灵的群体里面 进入安息 我们追到第三点 至终必得向安息 我们进入第三点 至终必得向安息 他们到了以林 在那里有十二个的水泉 七十个的中树 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 他们到了以林 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中树 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去到以林这个地方 摩西带以色列人 到了以林这里 神为他预备这个地方 让以色列人 能够在那里安营 神预备了那个地方 让以色列人 可以在那里安营 在那里安息 以林对我们生命里面 有什么提醒呢 以林的意思 就是一棵大树的意思 以林的意思就是一棵大树 十二个水泉是什么呢 十二个水泉 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十二股水泉 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十二也是代表掌权的意思 十二也是代表掌权的意思 就是说以色列人 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每一个支派 他们都有他们的水泉 就是说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去到那里 每一个支派 都有他们的水泉 那里有七十棵的中树 那里有七十棵的中树 这个七十 就是代表 以色列他们全家七十人 去到埃及得神的供应 就是说以色列加七十个人 去到埃及得神的供应 今天也都是代表 今天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 也代表今天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 他们是领袖 他们是领袖 他们带领以色列人 两百万进到这个地方 他们带领以色列 两百万的百姓 进入到这个地方 中树代表法王和昌盛 中树代表法王昌盛 弟兄姊妹 我们要进入这个大树 就是生命树的下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水泉 就是生命河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在这个树下 我们要在这个水泉的旁边 我们要发王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水泉的旁边 在这个树下面 我们要发王 这一个就是教会了 哈利路亚 这就是教会 哈利路亚 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 新耶路撒冷 这就是《喜斯录》里面所讲的 新耶路撒冷 他说在那里有一个生命河 他说在那里有一个生命河 在河的左边和右边有生命树 在河的左边和右边有生命树 这个叶子是带来万民的医治 这个叶子可以带来万民的医治 他们要在那个水边里面安营 他们要在那个水边安营 这个安营是代表favor 代表恩典 这个安营是代表favor 代表恩典 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水泉 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找到我们的水泉 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不断地发旺 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不断地发旺 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找到恩宠和恩典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 也是让我们进入的 我记得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记得在我生命当中 我要很感恩 我很感恩 在这些年间在教会生命树的氛围里面 我开始慢慢得医治 我开始慢慢地得医治 因为神真是用厚恩代我 因为神真是用厚恩代我 这个厚恩多而又多 让我过去的那些不好的记忆 一步一步地遗忘 让我把过去不好的记忆 一步一步地遗忘 我开始就想我爸爸的好 我就开始想我爸爸的好 其实我爸爸真的是一个老实人 其实我爸爸真的是一个老实人 他勤劳 他勤劳 他对人很信实 他对人很信实 可以说是牙齿当今世的 可以说是说话算数的 他答应了他一定会做 他答应了他一定会去做的 我爸爸本来可以真的 找一个太太结婚 其实我爸满可以找一个太太再婚 但是他一直为了我们四个孩子的缘故 他守独身 但是他为我们四个孩子的缘故 他一直守独身 直到翻天家 我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 我在荷兰中枪 我记得2002年的时候 我在荷兰中枪 非常之的严重 我躲在病床上 我动弹不得 非常严重 我躺在病床上面 我动弹不得 我爸爸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我爸爸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了 他一个人拿着车千里少少的来医院来探我 他一个人千里迢迢的开车来医院看我 我躺在病床 我上高 我根本就全部都不动得 我躺在病床上面 我动都动不了 身上的全部都是管 我身上插满了管子 我也都说不出话 我连话都讲不出来 我爸爸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就哭 我爸爸见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就哭了 他也都说不出什么 他也说不出话来 但那一刻 我知道我爸爸很爱我 但那一刻我真知道我爸很爱我 我知道爸爸接纳我 虽然我过去一直这样碰撞他 虽然我过去一直这样子的顶撞他 我一直都在撩他的痛 我一直在顶他的痛点 但是爸爸爱我 但是爸爸很爱我 我终于明白 我终于明白了 我爸爸爱我到一个地步 我爸爸爱我爱到一个地步 当我们其实还没收复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有收复关系的时候 在2010年他已经把遗产给了我 在2010年他已经把遗产写了给我 这是代表他对我的爱 这是代表他对我的爱 我终于开始明白 我终于开始懂得感恩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开始懂得感恩 到16年我爸爸病重 师母真是很好 他鼓励我们快点回去 多点照顾 多点陪着爹地 师母很好啊 鼓励我们回去 多一点陪他们 多一点照顾 我真的很感恩 这个是我人生和我爸爸 最多时间在一起的时候 我很感恩 这是我跟我爸爸一辈子 最多一起相处的时间 在这一次的里面 我最有机会能够听他讲话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最后都有机会听他讲话 我听他怎样由上海一个人走下来 我听他讲 他怎样从上海一个人走下来 我听他的时候 我都记得在一些 以前的小时候一些的歌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也回忆小的时候一些的歌 在这段的日子里面 我照顾爸爸 在这段日子我就照顾爸爸 我每天都跟他散步 陪他吃饭 我推他出去 跟他聊天 推他出去 跟他聊天 我要帮他换衣服 帮他换衣服 最难的就是帮我爸爸剪脚甲 最艰难的就是帮他剪脚指甲 但是这些的moment 其实都是我生命里面 最宝贵的黄金记忆口 但是这些的moment 都是在我生命里面 最宝贵的记忆中 我今天很珍惜 很珍惜这些时候 我真的很珍惜这个时间 这些全部都是神给我们的 在这里我要 多谢我的妹和我的妹夫 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妹 跟我的妹夫 多谢你 在这四十年的里面 你一直照顾阿华田 谢谢你在这四十年里面 一直在照顾 照顾我的二哥 照顾我二哥 无论他有多么艰难 一切你都在打点 一切都是你在打理 任劳任怨 这四十年我没有照顾过二哥 但是你们两个就 背起这个责任 这四十年我没有照顾过二哥 但是你们两个就 背起了这个责任 妹妹你是慷慨的 你的爱是无私的 你的爱是无私的 你爱关系 你爱关系 你从来都没有放弃关系 我很开心 今天 你爱爸爸 我很开心 今天你爱爸爸 让爸爸在这些日子里面 得到安慰 让爸爸在最后这个日子里面 得到安慰 我也都很开心 在这三年的里面 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在这里服侍 在这三年当中 你可以一起跟我们在这里服侍 我们一起在这棵的生命树下面成长 我们一起在这棵生命树下面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看见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看见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看见你做爷爷妈妈 看到你们做爷爷奶奶了 Michelle Angela 我爱你 Michelle Angela 我爱你们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好 多谢郭成牧师 多谢Angela的分享 他们两个都讲得很好 他们两个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他们一家人的生命 他们两个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他们一家人的生命 很为Angela开心 她选择爱 她选择爱 选择承担 照顾她爸爸 一个弱智的二哥 一个弱智的二哥 甚至我也看到他们很多地方都很关心郭成一家 当郭成来到香港 我们叫她回来香港 当郭成我们叫她回来香港 从欧洲回来 她很担心郭成在香港都没有饭吃 没有屋住 她很担心郭成在香港没有饭吃 没有地方住 所以她特地在欧洲飞回来看她 看她住得如何 看她到底住成怎样 看了她才放心 她很爱她哥哥 很爱哥哥 有一个这样的妹妹真好 有一个这样的妹妹真好 但愿神大大的祝福Angela和郭成 但愿神大大的祝福Angela的过程 也继续照顾你在欧洲在庇护中心的二哥 也继续照顾在欧洲在庇护中心的二哥 她还有一个大哥住在香港 是个大哥住在香港 劇中没有提到 那个哥哥都很正常的 感谢主 Angela和Michelle很快就要被拆回欧洲 Angela和Michelle很快就要被拆回欧洲 本来应该这个礼拜后就要回去的了 本来这个礼拜后就要回去了 但现在因为飞机取消了 又会迟久一点了 因为飞机取消了 所以会再延迟一些些 其实都是很短的时间 求主帮助带领他们一家 求主帮助带领他们全家 我为郭成牧师的讲章做一个总结 我叫郭成说你要讲一篇信息 孤儿或是交易 其实都是人的选择 同一个家庭可以有交易 有孤儿出生 同一个家庭可以有交易 也可以有孤儿出生 那他们刚刚的剧就演出来了 过程自己出走就成了孤儿 而且觉得自己是孤儿 Angela就觉得自己是交易 Angela就觉得自己是交易 觉得爸爸很爱她 她很爱她 她很爱爸爸 她也在欧洲一路照顾她爸爸 她在欧洲也一直照顾爸爸 我很 proud of Angela 我很以Angela为隆 我也看到 各种很大的成长和改变 我也看见过程很大的成长和改变 她要从孤儿院 即她以前的托儿所成为她的孤儿院 而孤儿院的概念 她一直在她里面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弃绝的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弃绝的 在剧里面没有演出来 在剧里面没有演出来 就是有六年的时间 她在这个托儿所里面 是跟她二哥一起去若智的 她在六年的时间 她在这个托儿所里面 是跟二哥 若智的二哥在一起的 她要照顾这个若智的二哥 她要照顾若智的二哥 真的很难 她是小的 又要保护大的 她是小的 可是缺要保护大的 又面对很多的不容易 所以她里面的心很扭曲 很不开心 但是我感谢神在六一的生命树下改变了 其实神要我们成为孤儿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她的蒙爱的儿子 娇儿 神不要我们成为孤儿 祂要我们成为她蒙爱的儿子 娇儿 很特别的 我叫她讲这个孤儿娇儿的信息 她就选了这一篇圣经 这个章节 很特别的 我叫她讲孤儿焦儿 她就选了这篇的圣经 这个章节 没有想到她会选这篇 我觉得是有神的 但是我觉得有神 我跟郭成说 选得好啊 我跟郭成牧师说选得好 这里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件事 马拉是过红海之后第一站 马拉是过红海之后的第一站 以林是过红海之后的第二站 其实过了红海之后 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是一个真正人生的展开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当你得救了 当你得救了 你是一个新生命的展开 你有一个新生命的展开 但是这个新生命的展开 是不是一开始 就是 哇 信于耶稣就很好呢 那这个新生命的展开 是不是一信耶稣就很好呢 一得到永生了 就很棒了 一得到永生了 就很棒了 原本考第一 本来是最后一名了 然后立刻就变第一名了 做什么都亨通顺利 做什么都试试亨通顺利 不是这样的 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很多站要过的 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很多站要过 而第一站就是马拉 而第一站就是马拉 马拉是一个苦水的地方 第一开始就是吃苦水 一开始就喝苦水 还有呢 在这一站里面 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试验 在这一站里面 他们经过很多的试验 这个试验呢 包括抗野走三天路没有水吃 这个试验是包括 三天在抗野走没有水喝 三天在抗野走没有水喝 然后终于来到一个地方有水了 一喝 又是苦水了 又是苦水 我们信耶稣有时候都是这样 我信耶稣都是这样 我一信耶稣 我中学也信耶稣 中学之后 我信耶稣之后想入大学了 考了几年都考不了大学 自修 拼命读书 都考不上 又要一路做事 又要一边做事 一边读书 又要去照顾病当中的妈妈 一信耶稣之后很多苦水 但是我感谢神 其实呢 我在这个马拉当中 这个第一站当中 神是在试验我们每个人 其实在马拉当中 在第一站里面神是在试验我们 今天你可能都在这个试验当中 我要跟圣上的弟兄姊妹说 今天可能你也在这个试验里 而在这个试验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而在这个试验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听神的话 很特别的 这张圣经 没有可能会想到 是第25至下半到第26节 这张圣经很可能会想到 第25节下半跟第26节 就是在文艺里面不太顺 在文艺里面不太顺 然后就可以跳到 第二十七节 他们到了以临在那里 是吗 然后就可以跳到说 二十七节 他们到了以临 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就好了 那25下到26 又很特别 那25下到26 又很特别 好似乎你 如果你们留意 听从耶和华神的话 又行为眼中 看会真的是 留心听 听我的诫命 然后耶和华神医治你的 25下到26节 好像他整个行程当中 第一站 第二站当中的注脚 25节下到26节 好像是第一站 形成到第二站的一个注脚 其实第一站到第二站 和这个注脚 讲了我们人生里面 很多很需要了解的事情 和我们整个人生道路的 一个历程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站和第二站中间 这个注脚好像就讲了 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最重要的事 而且这个历程 就会不断这样 这个这样的事 不断这样发生来 都会是这样的了 这个模式 就会在这个历程当中 不断不断的发生下去 是我一个人人生道路的 一个写照来的 是一个人人生道路的写照 你和我人生道路的写照 是你和我人生道路的写照 我成Angela如是 我如是 你都如是的 我成Angela是这样 我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在一个试验中 神为我们定下律例典章 然后要我们听 原文是 听啊听啊 原文是听啊听啊 再要留心听啊 留心听啊 三次讲听啊 三次都讲听 我们就翻译为 留意听和留心听 我们就翻译成为 留意听 留心听 其实留意听是听听 留心听 拉长耳朵听 留心听是拉长耳朵听 听神的话 最重要的 在这个试验当中 是听神的话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试验当中 要听神的话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 我们常常都会面对试验 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常常会面对试验 不只一开始面对试验 不只是一开始面对试验 一直走下去 都有试验的 一直走下去 都会有试验 但是只要我们留心听 但是只要我们留心听 拉长耳朵听 拉长耳朵听 不断听神的话 我们就会去到耳林 不断听神的话 在试验中 只要你听神的话 就有神迹出现 试验这个字 是在第25节尾的 第二章节的最后 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为他们定律例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是很拉不埋的 意思是放不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明白 整个原来人生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了 但是我们明白 全部你知道人生 就是这样子 你就会明白了 神定了律例典章 就在马拉这个地方 就在马拉这个地方 其实你要听我的话 他们已经面对考验了 在面对试验当中 你听神 神迹就会出现 神迹就会出现 在这个地方 什么神迹出现呢 在这个地方 什么神迹出现呢 圣经当中就说 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 其实圆文的意思是 耶和华好像丢下了一棵树 从天上射箭 把木射下来 其实是从天上射下来 或者射下来 一块的一棵树 或者木头 摩西就把木头拿起来 放在苦水里面 苦水就变成 这个木头 其实是预表救恩 预表耶稣 这个木头 就是预表救恩 预表耶稣 在试验当中 有神迹 因为有神 神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 在试验当中 我们仰望神 今天在疫情的日子 我们仰望神 我们呼求神 神就在天上伸手下来 神就从天上伸手下来 行神迹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会度过这个难关 在每一个难关里面 我们都听神的说话 在一个个难关中 我们听神的话 通过考验 我们就去到以林 以林 它的字根是strength 我把它翻译成为像树 其实是生命树 每一站我们这样跟着神 听神的时候 走着走着 你就成为生命树 这是我们的第二站 每一站我们都听神话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这个经济艰难里面 在这个经济的艰难里面 孩子们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向神呼求 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 祂是医治我们的 祂是医治我们的 祂是听从我们的祷告 祂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 祂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 我们听祂 我们不会犯法 我们不犯法 我们听祂的说话 我们走在真理里 我们要爱每一个人 有力量的时候 就照顾其他人 然后我们照顾其他人 有力量的时候 就尽量去做 好像Angela爱她的父亲 爱她的哥哥 爱她一家 我为这个女儿感谢神 孩子你的生命也是如此 你一定经历神迹其事 Amen 我要呼召我们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听到这个信息 今天你仍然在艰难当中 我呼召你 来相信耶稣 接受从天上下来的这个救恩 你听神的话 你跟从祂 你的一生都要改变 你必定可以去到伊林 你必定可以到伊林 走出马拉到伊林 Amen 我要请你把手放在你的空前 你跟着我来祈祷 然后你填了网上的这个缺字卡 然后你可以填了网上的决志卡 我们会联络你 请你把手放在你的空前 跟着我祈祷 天父爸爸 多谢你爱我 谢谢你爱我 你让我人生经历考验 你让我人生经历考验 但是我知道有神 但是我知道有神 我今天愿意听从你 今天我愿意听从你 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帮助我改变 帮助我改变 把祝福给我 带领我进入生命当中 赐给我永生 祝福我的一切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我也呼召你 我也呼召你 请你在你家中的座位上站立 我们要听神的话 无论日子多么艰难 其实神都在那里 看到这个剧吗 看到这个剧吗 当Angela小时候 神已经在她身边带着她 她是娇儿 你也是 现在你在艰难里 我过去都在艰难里 神都与我同在 听我的话 我也邀请你 在神的面前 把你的耳朵奉献给神 把你的手脚奉献给神 跟神说 神啊 我愿意听你 虽然我在考验中 但是我愿意听你 我请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你耳朵上 我请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耳朵上 跟着我来祈祷 跟着我来祷告 天父啊 天父啊 我把我一双耳朵奉献给你 我把我一双耳朵奉献给你 我愿意听 我愿意听 留意听 留心听 留心听 将你的说话听到 而装在我的心中 把你的话听进去装在我的心里 求你带领我 求你带领我 经过艰难 经过艰难 通过马拉 通过马拉 去到以林 到以林 让我的整个人 进入生命当中 让我整个人进入生命里 让我有力量 让我的人生 从苦变甜 让我的人生 从苦变甜 我愿意听从你 你医治 你医治 医治我的心灵 医治我的心灵 医治我的身体 医治凡是属于我的一切 医治凡是属于我的一切 因为耶和华你是医治我的神 我将自己奉献给你 求你保守我 给我一个愿意听的耳朵 和一个受教的舌头 多谢你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多谢主 好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你是我的哑巴天父 我的哑巴天父 你的自来高举着天 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你是我的哑巴天父 我的哑巴天父 我的哑巴天父 你是天地 你心成就 你是独行 祈师的神 我敬拜你 是我的哑巴天父 我敬拜你 你是我的哑巴天父 我的哑巴天父 你的自来高举着天 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你是我的哑巴天父 我的哑巴 我的哑巴 天父 你是怜悲 你心拯救 你是独行 心事的神 我敬拜 你是怜悲 你心拯救 你是独行 心事的神 我敬拜 我奉耶稣的命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奉耶稣的命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孩子 神与你同在 祝福你人生的道路 虽经考验 你必然得福 你必然得福 每一个考验 都叫你跟神的关系更亲近 在这个疫情和经济艰难的处境当中 在疫情和经济艰难的处境里 耶和华保守你 赐你平安 并且兴起你 让你发望 奉耶稣的命 祝福你 奉耶稣的命 祝福你 Amen 多谢主 611 一次欢迎 永远欢迎 你现在收听的是 今个星期的主日港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